謝謝我們的愛恩小組 每次帶來的歌曲都是最新的 也是這次讚美之前的新的歌 好 我們一起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你 你是如此愛我們 從早醒到夜晚 你的愛有不止息 親愛的主 我們要請請你跟隨你 在今天清晨我們要一起來 到你的殿中 我們要來敬拜你 求你將你的聖靈 將你在我們當中 開啟我們的心眼 引進你的話語 所以說我們要特別為了 這個世界的和平來禱告 因為看到北壇的飛彈危機 我們也看到西班牙的統一攻擊 神啊 求你親自來安慰 這些受傷 受難的他們的家庭 賜給我們有屬天的平安 所以說我們也要特別為著 我們的教會 有許多的童工 我們去參加雙禮的訓練 參加幸福小組 求你把聖靈交換在我們的花語堂裡面 祝福我們的花語堂 請我們奉禮得聖靈求 阿們 我們今天要起來讀 主的祈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聖靈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吃給我們 免我們的讚 如同我們免的人的讚 不叫我們遇見事態 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 權力 榮耀 全是你的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們 接著我們要來讀最大的建議 下一頁 來 我們一起來讀 來 你要盡心盡盡盡盡 愛除你的上帝 正是建議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建議是 預防和限制一切道理的總幹 好 我們接著我們要來看 我們今天的經節 在雅各書二章 二十一到二十六節 我來讀單數節 畢松姐妹來讀雙數節 我的祖宗雅拉罕 把他兒子比善獻在盤上 豈不是因為稱義嗎 下一節請 可這件信心的其他的行為的意思 這件信心的其他的行為才得成全 二三 這就應驗經上所說 雅拉罕信神 這就算為他的義 他又稱為神的朋友 下一節請 雅拉罕信神 這樣看來 五人稱音是行為行為 無其他人的意思 既你哪和接待使者 又放他們從別的路出去 不也是一樣 因行為稱義嗎 二十六一起來 身體沒有靈魂是實的 信心沒有行為也是實的 好我們接著 我們今天我們請到我們最親愛也最喜歡的鴻文老師 他再度來到我們當中 他今天要講的題目是信心之路與神同行 把時間交給鴻文老師 謝謝 謝謝